二一 請啟動 我們很高興我們能夠要上世界的舞臺 那尤其這是在睽違十年之後 原定二零二一年舉辦的第五屆世界棒球 經典賽因為疫情延遲了兩年 經典賽明年正式回歸 在市長盧秀燕與台中市政府運動局 大力支持協助賽事安排 成功爭取到臺灣區域賽的主辦權 成為全球四大舉辦城市之一 將世界棒球經典賽 迎回臺中創下棒球之都新里程碑 世界棒球經典賽在台中主場 睽違十年第二度舉辦 在疫情時代下見證 台中棒球發展沒有停止 台中市政府為了提升運動 人口與風氣 落實庫城市庫運動 不只規劃全民運動 競技運動等四大面向 更獲得世界棒壘球 總會頒發世界棒球之獨美名 像盧宣市長上任之前 有三座的國民運動中心 到今年來講已經有三座啟用 同時在今年有四座已經動工 職業運動還有競技運動 全民運動的推廣 大概都已經達到這個 庫運動庫城市的目標 然後想這個部分在未來 我們希望把台中打造一個 運動樂活健康的城市 繼續向下扎根 讓運動融入台中文化 成為市民生活中的一環 發展健康有活力的庫城市 是台中城市發展願景之一 世界棒球經典賽在台中 除了帶動台灣棒球熱潮 也讓世界看見台中 下層思源帶去台中採訪報導 我們來幫大家科普一下囉 水神跟病毒或家中的細菌作用之後 就會還原成水 不會殘留也不會污染 如果家中有銀髮族 有兒童 有孕婦都適用 如果您想購買的話 當然會再快點購購買 才是最划算的